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哪些消息 最近在香港的一个议员叫何俊贤 他被查出感染了 他被感染的这个消息 为什么登上媒体的头条呢 就是因为就在6月30号 他刚刚跟习近平有一个合影 在这张合影当中 他就站在习近平的身后 那么结论就是说 何俊贤被查出是阳性了 那么跟他近距离接触的 习近平变成了密接人员 那么中国政府官方的防疫政策 针对密接人员的 是要强制隔离 我们都不知道 习近平是不是有被强制隔离 甚至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面 或者在任何的渠道 你去询问问这个事 你都没有资格 你都没有权利 因为第一 这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 第二就是国家的领袖 哪是普通人能够随便的去质疑 随便的去要求公开信息的呢 人家是赵家人 是统治阶层 而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民主社会 那么即使领导人有任何的 比如感染了或者是怎么样 需要在家隔离的 都是公开的 比如说之前的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他就是隔离了 隔离的时候 他还要工作 还要参加这个记者会 媒体记者隔着老远 然后拍他 他跑到他们家的门口 拿一个麦克风去讲话 去向媒体向大众来解释 最近政府在做什么 一国的总理也好 或者是这国家的统治者也好 他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也是人民当中的议员 这里边没有等级的差异 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工作性质 有所不同 我们是在打工 那他也是在打一份工 只不过这份工是政府工 这个政府工有个前级条件 就是需要选票 如果选票不够的话 大选当中落败的话 那你就丢掉了工作了 那你只能去干别的活 去找别的方式 去挣钱 去养家 他们甚至在工作的过程中 如果他们要因为个人的原因 去做一些事情 他们是不能用工费的 经常有人就看到了 不管是加拿大的某个总理 还是某个部长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 有时候坐经济舱 旁边就是普通的人 因为他们不是出差 他们是家里的事 自己私下的事 他们就不能做政府的专机 或者是由政府报销 所以为了省钱 他们宁愿做经济舱 不做头等舱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不光是发生在这些政府的官员身上 也发生在很多的民选的议员身上 而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刚刚去世的 尼匡老先生说的 这个国家并不属于你 它是统治阶层的国家 它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国家 人民只不过是他们操控的对象 奴役的对象 洗脑的对象 这个政府不希望人们做什么事情 是为国家好的 它希望这些人去做些事情 是为这个政府好的 为这个政权好的 有句话说特别好 什么是爱国 爱这个国家 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 不受到政府的侵犯 这才叫真正的爱国 而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中共是党国议题 党就是国 国就是党 党代表这个国 所以导致了 就是人们在批评这个党的时候 在反对这个政权 反对这个政府的时候 就被扣上了不爱国的帽子 我们在看到 这个习近平变成密接人员的时候 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传闻 说习近平根本不怕密接 为什么 因为他打了疫苗了 那么这个疫苗很明显 不是国产疫苗 据说他已经打了三针的 美国的辉瑞疫苗 他为什么不打国产疫苗呢 你就不用想 就是负责领导人安全的 这些医疗人员 他们会看医学界的数据 他们知道中国开发的 这个疫苗的有效率 跟外国的疫苗相比 差很远 他们不傻 他们虽然给人民洗脑 告诉人民我们国产疫苗多好 西方的疫苗多坏 但是领导人打的都是西方的疫苗 他们对自己的国产疫苗 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底气的 没有底气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连作秀都不敢作秀 看到西方这些国家 为了鼓励人们去打疫苗 领导人都站出来 政府官员都站出来 亲自打疫苗 让电视牌现场直播 他们打疫苗的过程 而中国政府 你哪怕是做做样子 习近平露出自己的胳膊 让医护人员给他打一个国产疫苗 没有 你当然可以说 中国人都很自觉 都愿意打国产疫苗 当然他们不打国产疫苗 寸步难行 你会遭到地方政府 各种威逼利诱 给你制造各种困难 总之就是强迫你 不打也得打 不想打也得打 所以说很多人不想打 几乎都没有选择 他们会被迫的打 因为他们不想在身户上 遭到非常大的阻碍 而且很多人知道 得罪政府的后果是什么 当然了 习近平真正打没打辉瑞 我们不知道这是网上的传闻 但是我认为这种传闻至少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不管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各种智库的数据 研究机构的数据 都是公开的 可以查到的 只要你有心 你都能够查到每个疫苗的第三期的临床的数据 什么之类的 只有被政府宣传所洗脑的那些井底之蛙 才会真的相信 中国的疫苗是全世界最好的疫苗 这当然也是中国政府希望人们是往这个方面想 但是他们自己当然很聪明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另外我也看到了 还有一条新闻 是在6月1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但是被习近平以防疫的理由给拒绝了 因为之前普京不是到了北京吗 那这次要做一个回访的邀请 但是被习近平拒绝 那么这种拒绝当然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读 一方面就是他不想在二十大之前到俄罗斯去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人诟病 目前来讲 中国的体制内的改良派 他们虽然没有能力去让习近平下台 但是他还是能够对习近平产生一定的压力的 毕竟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它是有一个惯性的 你想急刹车 想走回头路 你还是不是那么轻松 你肯定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或者说你肯定要解决很多的人 消灭很多的势力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习近平到目前来讲 北戴河会议二十大 这才是重中之重 二十大其实都是一个表演了 二十大之前肯定早就已经把这个利益都划分完了 所以说更重要的是北戴河会议 党内一小拨人拥有权力的 包括元老们 他们凑在一起去商议 下边该怎么走 政策大方向怎么制定 那么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当中 确立自己的一言九点 定于一尊的地位 这样的话二十大连任当然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说他如果这时候跑到俄罗斯 那有可能会节外生枝 当然也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跟今天中美的关系的 无论程度的缓和有关系 就是这个缓和当然是因为美国内部的经济矛盾 所以导致了现在要降低关税 那降低关税似乎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对中国可能会网开一面 从中国进口的一些商品 我们要取消关税或者降低关税 这种做法当然中国政府是很欢迎的 这个时候你跑到俄罗斯去 那这不是打美国的脸吗 中美的大方向是对抗的方向 是制裁 是贸易战 科技战 这个甚至是金融战 人才战等等等等 所以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契机 能够稍微让中国政府黄口气 毕竟现在的经济是陷入很大的困境 那么中国政府就不想去跟俄罗斯 太明显的走得那么近 招致更大的制裁 让得来不易的这种缓和破功 他一定要先稳住 所有党内的各方面的派别 各个势力 给他们一些好处 让他们知道 我做事情不会太绝 不会让你们走投无路的 他一定要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安稳所有人 让大家觉得说 就算习近平上台 继续连任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不会变成毛泽东 回到当年的文革的时代 他要给大家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只不过很多人 可能是由于跟党内的 这个既得利益关系太密切了 或者本身就是党内的一份子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捞到很多 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 仍然抱有一丝的幻想 觉得习近平的铁拳 不会打在自己身上 只要自己坚定的支持习近平 就不会有事 就像今天我看到最新的一条消息 就是霍启刚 现在正式的宣布 加入中国共产党 申请了 霍启刚本身 他就是中共对香港统战的一个棋子 他何德何能 他有什么本事 他有什么影响力呢 一方面是对他的老子 他的爷爷 对他的祖父的一个回报 因为霍氏家族对共产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统战 给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那么他可以作为一个香港人的代表 或者香港既得利益的代表 现在中共对香港已经有国安法了 已经全面的收回对香港的管控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掀起了之前的这么大的风暴 所以说共产党希望继续的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对人们的洗脑 那么也就需要像霍启刚这样的人跳出来去 对共产党表忠心 表忠心还不够 还有甚至加入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甚至我看到这个动作之后 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今后如果想当香港的特首 或者是高级官员的话 不好意思 你得是共产党员才行 未来一定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或者是你是地下党员也可以 现在外界怀疑像林郑月娥 像李家超 很可能就是地下党员 因为公开说不太好听 那么霍启刚现在主动的说要加入共产党 那看似这就是开了一个口 未来呢恐怕更多的香港的富豪阶层 或者他们的子女 他们如果想继续在香港做生意 想在香港混的话 或者甚至是想攀上共产党 甚至加入港共政府 成为共产党统治香港的 这个统治阶层的一员的话 那么他需要加入共产党 那么你加入共产党之后有什么效果 就是你要听党话跟党走了 那你就不仅仅单单的是 只是一个职位的问题 只是打一份攻的问题了 你的整个的意识形态 你的位置 你的一切都要奉献给党 大家去看看入党宣誓词是怎么说的 对吧 你可以为这个组织献身 为他牺牲一切的 他让你干什么 你就必须干什么 不管这个做法是多么的违反法律的 或者是违背人性的 你既然宣誓过了 你就要忠于党 这才是你人生第一的价值 当然很多人入党是为了钱 为了名为了利 但是党组织可不这么想 党组织是有需要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挺身而出 为这个党去堵枪眼的 所以说这些人入党 他们自以为自己可以从中捞到好处 但实际上他们一定最终下场就是被这个党所抛弃 被这个党所当作炮灰来利用 另外还有一条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新任的特首 他最近接受了央视白烟松的采访 接受采访之后 他讲他的个人的生活 其中特别提到 他是长期的气功的练习者 气功曾经在中国90年代火了一阵 很多人都练气功 香港的很多电影也开始讲到 说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什么气功师 还有一些有点科幻意味的 一些警匪片黑帮片对吧 就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流行 在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气功都出现了 那么后来 这个共产党批判气功 说是伪科学对吧 打压气功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法轮功 法轮功当然跟其他气功还有一点区别 他有宗教的性质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个李家超强调自己修炼气功的这个修养 25年的历史了 那么一追溯过去 这个25年前是什么时候 不就是法轮功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功最火的时候吗 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调侃李家超了 说法轮大法好 没想到这个李家超是这个法轮功的练习者 既然你没有说你练的是哪种气功 你只是说你气功修养很深 而且你练的时候又是法轮功最兴旺的时候 也是风靡中国最火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了 那你肯定会被别人说成是法轮功练习者 你不是 别人也会给你扣上这个帽子 然后开你的玩笑 这也是他活该啊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就是加拿大籍的华裔的富豪叫肖建华 他现在终于受甩了 这距离2017年 他在香港失踪 已经过去了五年半的时间 当时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视频啊 那个揭露的画面 他在四季酒店居然被几名国安的特工 把他给绑架回去了 肖建华本人他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层的白手套 就是为他们去洗钱的 为他们去这个吸金的 所以说他的倒掉 他被抓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要重新清党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清党 当然据说这个肖建华也涉及到了习近平的家族的洗钱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中共高官员 他们都是不清不白的 那这个时候肖建华手握这么多人的资料 这么多人的信息 抓他并不是说为了反贪污 为了抓贪官 当然不是 而是为他手上掌握的这些党政高官的资料 这些信息 这些人脉 这些关系网 这才是中纪委想要获得的 因为拿下了肖建华 就等于拿到了肖建华背后这些大佬们 他们的黑材料 那在党内斗争当中就可以占上风 所以说习近平一定要拿下肖建华 只有这样的话 背后的那些大佬们才会胆战心惊 这就为什么肖建华被抓五年半的时间 不知道他去哪了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说现在要开庭了 这也说明了他已经把该交的都交代了 他应该是被榨干了 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已经被中纪委 被习近平所掌握了 那么我们看到他现在要出庭 要把他做一个审判 这个审判当然是过场 走个过场而已 华尔街日报说 他被定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罪 但是他的下场在我看来 很可能就是徐明的下场 就是曾经跟薄熙来勾搭的 大连石德的老板 他被抓也是因为涉及到了这些政治斗争 他本人在关押的时候 锻炼身体 每天看报 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之前很胖 后来变得很匀称 而且精气神非常好 可是就在他准备出狱的时候 就突然暴毙 当然了 就是不能让他活着出监狱 所以说肖建华的下场 很可能也是同样 这就是谢莫杀驴 这就是已经掌握了他的资讯之后 这些人是不能够留活口的 所以直到今天 马云都没有回到中国去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他又被拍到 当中纪委手上有你的黑资料的时候 那么他随时会抓你 只不过看政治需要 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党内的斗争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安全感的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点击订阅这个频道